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旗鼓双影 今天我们的股票又创新高了 重点是什么 目前大盘早上开 创一下新高马上拉回 代表什么意思 表示什么 卖压很重嘛 对不对 那一天我记得上礼拜五老师介绍了什么 有一档新股票 不是没有公布是哪一档吗 等一下来跟大家讲 那一档发生了什么事 另外有灰今天早上要创新高到哪里去了 来先跟大家看一下 今天早上有灰创新高到哪里去了 43.25看到没有 是不是又创新高 对不对 那一天最后发生什么事 那一天还在跟大家讲的时候 盘中不是在这吗 对不对 后来又拉涨停板 开平走高续创新高 收涨停 41.3% 涨了9.99% 老师在礼拜五的时候跟大家讲了 两档股票都涨停板 另外一档是哪一档 我待会跟大家讲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大盘头条到底在爆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今天盘一早开高之后 就没有消息了 来看一下 这一档 这一个 这个是经济日报的头条 管制IC通路一哥出货对岸 没锁入半导体 台股将银转单 OK 他这边主要的一哥是什么 叫艾瑞这一档 OK我这边印的比较不清楚 我待会跟大家讲 好 这是半导体的部分 来另外一个 工商头条台塑世保 第四季营运大要进 台塑世保 我之前是不是有介绍台塑化 我们是不是有获利 渴望赚百亿嘛 然后其他的本业获利沽翻倍 讲得很好听啊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盘怎么反应嘛 我说消息归消息 问题是我们要看清楚 今天的盘是怎么走 我们再来怎么做因应 对不对 来这边我们先来看一下 既然讲到了半导体 他这边讲的是IC通路 OKIC通路以台 在台湾来代表的话 就是第一名 台湾第一名是什么 大连大 那另外呢 第二名叫文业 好那我们先来看 因为刚刚讲台塑世保 是很明确的嘛 我们来看一下台塑世保 发生了什么事好不好 我们一开始讲台塑化 台塑化今天发生什么事 是开高走低啊 还小跌呢 跌1.48% 台塑化我记得 我之前有介绍过嘛 对不对 那时候突破的时候 我不是跟大家讲 可以进场隔天就大涨 有没有 最高涨到9.66% 之后呢 开始做回档 今天开高走低 中长期多头不变回档整理 他是多头没错 可是回档整理 那时候我跟大家讲的时候 说什么 他这个时候不是要突破吗 对不对 突破前压要发生什么事 第一个要带量 长虹或者直接跳空过 好之前的量这么大 后来突破那天的量这么大 看到没有 对不对 所以说那天可以买 隔天继续大涨 然后开始做震荡整理 有没有 所以说我说 他是多头没有错 他只是回档而已 不用担心 问题是这影响到今天的盘势 就是怎样 不过高嘛 开高走低 那台塑呢 是不是也是开高走低 也是小跌 台塑 刚刚是台塑的话 这是台塑 中长期多何不 几乎一模一样的走势 突破也是同一天 创新高也是同一天 对不对 看到没有 他之前的量是不是这里 是不是一再的验证老师 之前跟大家讲的观念 对不对 好另外一个台塑第三宝台化 来 他冲高之后又杀低 结果还是跌的 跌0.38% 是不是几乎一模一样的走势 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几乎一模一样 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看到 南亚呢 南亚呢 也是开高走低 那时候平盘 那我们看一下南亚的 K线图 来 K线图 南亚比较特殊 南亚看起来 比较不一样 他这一次 这个带量 带量 他之前的反压 似乎没有什么量 就过了 有没有 然后冲高之后又回挡做震荡 到目前为止 一样 中长期多头不变 回挡整理 看到没有 可是他这边 我跟你讲 你折击还是可以进去做布局 问题是南亚你看 他的震荡幅度这样子算才几% 不到10% 对不对 以这边来看的话 你会看到说 因为每一档股票 他还是有他的股性 当然 台塑世保是一个集团股 集团做账 从那一天突破 那一天开始做 没有疑问 所以大家都一起涨 可是呢 原物料跟谁最有关系 是不是台塑化 最有关系 南亚是属于塑胶 是后制品 OK 所以他的走势 跟其他的党不大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他们的细微的变化 可是大致上的走势是雷同的 好 刚刚讲到的台塑世保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是不是IC通路 IC通路 刚刚不是讲到什么 大连大 来我们看一下大连大 大连大 今天也是属于开高走低 到最后 我截录的时候还涨了2.2亿% 那时候还2.2亿% 然后呢 第一次来分享大连大 11月30日的状况 之前出量区在这里 第一个在这里 然后第二个在这里 是除息后的价格 然后呢 再来是低档的出量 看到没有 如果按照这样来讲 他现在已经进入什么 中间的一个反压盘整段 OK 出量出量再出量 对不对 很有机会过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他还没有办法过 这一个头部去 来 以这边来看 这几档股票都是属于一个 中长期已经可以偏多 操作的股票 可是 今天消息面明明是利多 居然是开高走低 表示什么 表示卖压很大 如果说按照这种状况来看的话 大盘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记得那时候 11月24的时候就说 短线涨幅满足即将进入盘整 对不对 那天最高113951 OK 一直到11月27日 一样 最高就是这一天 之后就没更高了 对不对 今天呢 今天发生什么事 今天出大量 也是开高走低 问题是他有创到高点 13969 就是多了18点出来 可是成交量也增加 问题是 他这种走势表示什么 卖压非常的重 对不对 预高就有人卖嘛 对不对 到目前为止 他是串高点没错 可是 短线涨幅 还是在这个范围内 回档的几率还是很高 对不对 到今天为止 OK 老师在那边跟你讲 有高点可以先卖 像老师那天跟大家介绍的两档股票 有一档今天直接跳空差一点涨停又跌回来 哪一档股票我等一下就会跟大家公布 OK 虽然说OK 他今天是开高搭回 问题是我们还是直接先赚了20%再说 我们赚了多少钱呢 等一下跟大家讲 来我看一下 就是这一张 今天的有灰的高点 我们已经涨了45%了 然后多了哪一些股票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来公布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时间 如果说你想要知道我们之后的操作 欢迎马上来电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们起股双银 来刚刚你看到那一档 那一张我们的绩效 不要说绩效啦 就是我们介绍的股票的一个波段状况 你会看到说 有一档没看过的股票 哪一档 来我们来看一下 滑讯 OK 有没有看到 为什么是滑讯呢 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一天跟大家介绍的 OK这一档 滑讯嘛 我那时候说多头割据不变带量突破 对不对 结果 然后而且跟大家介绍说 他当天怎样 开平走高 那一天我解录的时候涨了4.76% 也介绍了他的什么 是不是基本面 说营收持续成长 对不对 这个成长率都非常的高 加上他的毛利 是高毛利的个股 毛利超过50% EPS转 亏转以后 持续大幅成长230% 看到没有 所以他才入选我的标的啊 结果当天 我那时候结录的时候 不是涨4点多吗 结果当天开平走高 突破盘整 收涨停 48.5元 涨了9.98% OK 老师在这边慢慢的跟你讲 再跟你解释 再跟你说明 OK 礼拜五那一天 介绍了有灰涨停板 介绍了华讯涨停板 对不对 那天涨停有几家 老师占了两家 你会不会跟上 如果你没有跟上 看看有没有机会 再来介绍新的股票 对不对 那天老师刚好有机会 可以介绍华讯 你有买到吗 我相信很少人去买到 事实上华讯在之前 我介绍过 为什么要拿出来 因为他就是好股票啊 对不对 那这边来看的话 今天华讯发生什么事 高档消化前波卖压 我一直讲量先价行 你前面有没有量 有 然后他这边一直没有跌破 之前初量区的最低档 然后一直在这边晃 然后现在要来到 初量区的最高档附近了 今天最高来到了 529 我们开盘 挂开盘一下卖 可以卖到528 短短的几天 这个波段获利是22% OK 22%看到没有 23%了 OK 你看最近讲的星光刚 最近讲的友辉 之前的姓邦 40几% 20几到40几% 对不对 以这边来看的话 这个获利你想要赚吗 老师选股的功力已经在节目上 一直来跟大家做报告了 选了什么股票 都事先先讲了 你有没有跟上 如果说你跟不上老师的脚步 你想要跟老师一起同步 来赚这个获利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来多了解一下 对不对 这边赚钱你说容易不容易 说实话 你做交易也不过是买进 然后又卖出 或卖出再买进而已 对不对 这动作非常简单 打个电话 或者是手机按一按 你就可以买了 问题是你买了会不会赚钱 老师在这边挑股票 也不是随便挑的 第一个我们要看什么 是不是要有题材 对不对 看题材的趋势 看基本面的趋势 OK 老师一直在讲 产业趋势对不对 基本面的趋势对不对 现在有什么趋势可以做 对不对 现在有什么趋势可以做 我在这边先跟大家报告 这些基本面的 就是产业趋势的东西 老师在几个月前 之前就已经一直在讲 能源概念股 原物料包含造子类 钢铁类 还有什么 对不对 还有航运类 之前都有讲过 OK 那现在呢 钢铁 我们星光钢还在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些 之前的5G通信类 你有没有跟上 OK 还有最近有一个题材 什么题材 铜涨价 铜涨价 铜涨价跟什么有关 跟封装 导线价有关 你就可以去思考 这一类 这一些的类股有哪些 对不对 封装首推日月光 当然还有其他的 导线价就是顺德 你都可以去多留意这个部分 老师在挑股票 不是随便挑 老师怎么挑 老师是不是要先看什么 是不是要先看一下 他的产业趋势 然后再从他的基本面着手 对不对 老师像那时候找友辉好了 我是不是先看一下 他的营收 是不是持续成长 然后再看一下他什么 再看他的毛利的部分 再看他的获利能力 跟股价 股价净值比相对低 但有时候不一定是低 有时候是高 他现在已经涨上来了 OK 另外还有星光刚的部分 对不对 星光刚那时候也有看 星光刚是不是也是在看毛利 成长 EPS成长 再加上他有什么题材 他有风电的题材 还有钢铁 之前有一个新闻 韩国的普向钢铁失火 OK 所以说停产 再从整个钢铁的族群 整个上扬 星光刚也搭上这个题材 在涨 对不对 那当然老师没有在看消息 没有看消息 就光是从股价什么 股价的趋势 跟它的量价的变化 老师就已经选好这支股票 所以我们才可以买在哪里 我们才可以买在低档区 OK 已经涨到哪里去了 39块多了 对不对 我们获利也是 这个波段的涨幅也已经22% 对不对 你有没有跟上 OK 在这边来看的话 老师在挑选股票 有一定的逻辑在 如果说你买股票 都是在看着消息就去买 这样不行 为什么 因为消息是利多 他没意外就一定是开盘开高 那你是不是一定要去最高 对不对 老师是看好了等在那 等着利多来帮你抬轿 对不对 这一些法人也是早提早就布局好 老师也是提早就布局好 看着这些公司产业 OK 产业变化 趋势是正向的 加上基本面的变化 是正向的 全部都是往上 最后呢 老师在观察什么 他的走势是否已经配合了 我们才进场 对不对 你这边你千万第一个 我跟你讲 大部分投资人有两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 看好这家公司 消息面来了去追高 之后套牢在那边等 等半天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会解套 赚钱 这是第一种状况 第二种状况 就是怎样 他不是看消息面 他可能自己有做功课 觉得这家公司很好 产业趋势对 基本面也对 他就去买了 问题是 还是一直跌啊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对不对 像这种状况 这陷入一个所谓的什么 基本面的迷思嘛 你不要陷入这种基本面的迷思 你要什么 你要挑选 前置作业挑选好之后 这些标的你挑选好之后 你要等什么 第一个 他的量价是否配合 对不对 量价配合你才赚得到钱 再来走势也配合的时候 你才可以买在哪 买在企长 懂意思吗 买在企长区我们才可以赚得到 我们的波段活力 对不对 买在企长区你看 当初从加班开始 我还记得加班10月中的时候介绍 波段涨了45% 有回前一阵子才介绍 也已经涨了45%了 阵容是更早的 9月份就开始讲了 涨28% 华讯这两天 一下子就涨了20几% 星光刚也跟大家做介绍 涨22% 到目前为止 老师这些股票都不是追买的 基本上都不是追买的 对不对 当然我不能说我们买在最低点 我们不会买在最低点 我们会买在哪 奇涨点 很重要 你有没有买在奇涨点 对不对 我不会说我每一档都赚钱 可是我们绝对是赚多亏少 我们绝对是赚多亏少 礼拜五当天两档涨停板 我们是之前就布局了 可不是当天买的 对不对 你看我们的介绍都知道 都看得到我们什么是什么之前买的 懂意思吗 对不对 老师都已经早就介绍给你了 最近的友辉 20号 就告诉你了 对不对 像这个华讯 当然华讯之前就有追踪了 只是那一天再拿出来 因为他刚好价量又配合了 所以我才跟你讲 另外我们还有另外布局什么 资产类 资产类股也要动了 你要留意 为什么 因为台币到目前为止 都还在高档 它一副就是没有要跌的样子 台币既然在涨 资产类就一定会有所反应 你要知道哪一档吗 如果你想要知道 你在节目之后 随时都可以打得要来跟我们询问 我们的服务人员都会很热情的告诉你 OK 到今天的节目介绍了 华讯 有灰 你有没有赚到 没有赚到 你要跟上老师的脚步才行 好不好 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在唱之中 准备 这是 是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